2019第三届成都国际诗歌州开幕式9月6号晚在成都举行 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诗人齐聚成都 以不同的语言共同为成都复诗 据了解,成都国际诗歌州已连续举办两届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参与 本届诗歌州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线 围绕一个需要消除壁垒的世界 用诗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展开交流 开幕式以诗歌与四川轻音、民谣、小提琴等结合的方式 将全场奉为推向高潮 各国诗人以不同语言朗诵了包括安乐全颂、爱的是四行、纪念碑等中外著名的诗歌经典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 车延高对成都的诗歌文化底蕴有着高度的认同 多年前他成为宽载巷子写诗爱你身后的一段书香 车延高表示成都是一个具有诗歌创作土壤的城市 有着诸如杜甫草堂、宽窄巷子、武侯池这样的诗歌地理符号 成都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国内的、国外的诗歌艺术作者聚集到这么一个地方 它实际上有利于彼此之间在诗歌艺术的交流方面形成这么一种沟通 我觉得越是在一个开放的条件下越需要有这么一种交流的平台 诗歌艺术就是在这么一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最后使它不断地得以提升 从事了45年诗歌创作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菲利佩·萨尔门托是第一次来到成都 在开幕式前他去了杜甫草堂、宽窄巷子、金沙移植博物馆等地采风 收集创作灵感 路易斯·菲利佩·萨尔门托说 45年的诗歌创作让他对诗歌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情和理解 18年代表出口 大器材不将来越来越来越好 ühl剧的文化 是成功以往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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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Fate世生死亡,没有武态 HOPE, 没有和平常 平均, 封城话所的缘 Rosa界尔街, Mo fog文、中文文化なんか会去否则, 封城而非外国的烁 dependutos, 河北青年诗人学会副会长建军表示 中外诗人之所以能够一同去感受 中国诗歌文化品味程度诗艺生活 离不开诗歌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小说 散文 这些类别的交流 它每个都有它的地域性 唯独诗歌的交流 它全是敞开的 也不是完全没有地域性 诗歌它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 它都是相通的 据悉 本届成都国际诗歌州将持续至8号 接下来中外诗人们还将围绕 一个需要消除壁垒的世界 用诗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主题访谈 继续参与《诗业的天赋》 2019成都国际诗歌州创作采风活动等系列活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音乐 继续参与大致代表 意思是 诗歌的